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叫玉兔廣場 以前是兩條河流交會的地方 一致帶來很肥沃的土地 以前的人就可以在這裡種植物 但是隨著里岸這個城市發展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東西 它不夠位置 就將整個河谷填平了 成為了今天我們玉兔廣場的這個地方 這裡就是整個里岸市中心的核心 你看到附近的建築物都很有巴洛克的風格 也都符合這個時候的特色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憤怒的騎馬雕像 怎樣憤怒呢? 它會生氣到鼻孔會噴煙的 廣場上那麼多東西看 就先說一棟美術館 前身是一間修道院 自從羅馬帝國臨當之後 教會 商人和皇室就爭奪對里岸的影響力 教會就在市中心這裡 重建了一座大的修道院 來到把地盤 當時的背景是建築師沒有什麼靈感 因此就不斷抄襲前人的設計 令他們的作品都流於形式化 好奇怪 因為馬尼霍卿就是模仿古代的和諧 而形式主義就是模仿馬尼霍卿的時候 怎樣模仿古代的和諧 但是這樣就變成山寨上的山寨 那你現在看回 你會覺得它上面的裝飾 好像一張貼紙貼在外牆上面 多少帶點得銳 那你看過門面就判斷得到 究竟是修道院所代表的教會勢力 還是旁邊更漂亮的市政廳 所代表的皇室勢力 贏得最終的控制權 後面這個就是這個城市的名脈 里岸市政廳 之前看過幾棟都很重視直線的線條 那你去到市政廳就發現 它開始有些變化了 由原先好市政的梯形屋頂 演化到後面的兩棟 有彎面的拱形屋頂 引入曲線之後 就構成了一種全新的風格 雖然現在落近雨 但是作為一個專業的Travel Vlogger 我理得你打風行雷 我也是照樣拍的 巴洛的建築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裝飾的機會 令到它變得更加華麗 例如你在第二層那裡 它的窗口三角形的地方 左右兩側的空位 就佈滿了獅子的雕像 因為里岸一直用獅子作為它的守護神 你看到上面就有很多許起如生的獅子裝飾 爬實在窗戶的兩側 要再走近一點 去到最頂那層 它不夠位置做一些大型的雕像 它就找了橄欖葉 鋪在窗戶的兩側 然後還用一個很漂亮的曲線 很漂亮的曲線 來成為它的裝飾 看著它一直向上 去到頂的位置 看不見到有兩個古希臘的神像 來托著騎馬的雕像 其實這個就是Herculus 大力神 它就象徵著整個城市 有一個很powerful的支撐 整個城市的前景都可以很穩陣 看完正門就看它的側翼 你看到它兩側的頂位 三角形分別都有一個浮雕 近看 這個是Armor 騎士的盔甲 然後另外一邊 你就會看到兩個女性的身體 象徵著什麼 這個是武功 這個是文學 一文一武 象徵著這個城市 人才仔仔 文武相傳 建立一個很繁榮 和令人自豪的理案 另一個很值得看的 就是有法國國旗那座鐘塔 一般每一個門楼上面都有一個圖片 具體你可以參考側面這個位置 它是未加任何裝飾 原始的狀態 而它將這個彎位 apply了上去 最中間有法國國旗那種鐘塔 Curb的天花市慢慢收入 成為一個很具有層次的建築 我發覺其實下雨出來拍攝都挺好 因為整個場沒有人 只剩下我們 跟大家享受這個景物 市政廳的正對面是一座畫廊 作為一個交易藝術品的地方 它和劉當然很有藝術起色 這個時代的建築師 很多都是做室內設計出身 所以眼前的波浪、貝殼、麵譜 本身都是室內設計的元素 後來才應用在外牆 而這種風格是一直貫穿 去畫廊後面的街區 相對市政廳的佛華 它多了一份勢力 就叫做樂可可風情 終於可以吃一頓好了 今天實在太瘋狂了 卡丁加了一班尺 然後拿著我的行李跑三條街 剛才突然下很大的東西 我叫了兩條貴的 一個是生牛肉叉叉 一個是磨肝 先試磨肝 先試磨肝 大家吃過豬肝 也都吃過燒鵝 鵝肝的味道就是 把樂儀混合在一起 但白鵝把它煮得很香甜 鹽、雜莓醬 讓你最後可以清一清的喉嚨 或者把鵝肝在麵包上吃 牛肉叉叉我已經想吃很久 因為它是生的 所以真的有牛肉的原汁原味 這個燒汁 大王醬 茄汁 Dijon的Mustard T恥子也好 Talman也好 我決定把它蘸掉 但最好吃的是 生牛肉薯條 還沒吃過這麼豪華的薯條 至於在市政廳的正後方 就是歌劇院 大大字字 在中間寫著 Theater 這是新古典主義的設計 用了紅布蘭很工整的圓形拱門 幻想一下 就是羅馬鬥手場的各種拱門 它的頂部 就是現代法國著名 John O'Fo在後面加上去 不過這個劇院 平日不對我開放 除非真的買票進去煮劇 否則是參觀不到它的設計 最好的方法 不用浪費錢 就是等到晚上 外面暗入面光的時候 就可以隔著玻璃 看到它很漂亮的裝修 歌劇是要以憶喜怒開樂 所以它用了大理石打磨的面譜 作為裝飾 同時也有一支很漂亮的水晶燈 照到室內很光亮 而外場 John O'Fo用了一個直揚下的星空造靈感 所以你看到它斬著斬著佩爾紅色底色 很浪漫 既然里昂的商人 在兩條河流交界的地方進行貿易 賺取到更多財富 里昂總商會 當然也要有上下的氣派 它這個是鮑洛克後期的樂可可風格 在應該裝飾的部分 含爛加薩裝飾 在不應該裝飾的部分 亦都加了裝飾 將所有原本可以一條過的東西 都打碎上 甚至是Triple 例如在長壁突出來的那條 是用了三條立體結構 至於正中間 用了兩條Pair Up的一柱 時鐘那個位置 它有時間旅神 再加一個里昂的示範 而這一切也有一個框框 他們的框當然會用曲線 concave converse 這樣放 走到旁邊 你可以看看它的屋頂 它要將那層的窗戶 陽台 煙通 和上面那幾條尖塔 在一個很短的空間裡面 放在一起 所以看起來視覺上很飽和 尼其天花頂那條線 它也是用了石材 去模仿鐵的質感 有點像一個花園的欄杆 但它就把這個欄杆放在屋頂那裡 這一條是我認為里昂最漂亮的一條橋 叫做Pont Lafayette 魯佛耶大橋 講到巴勒克建築 都不得不提它的橋樑 里昂和巴黎一樣有很多橋樑 加上里昂有兩條河 所以它擁有的可能性也更大 看里昂的建築 不同的地勢 就有不同的風景 當初在富惠耶山上的浪漫為止 然後後來文藝復興 慢慢遷復下來的地區 到最後兩條河之間 帶來很多貿易 那時候就是18世紀 變了巴勒克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投入在那個建築的年代 你站在哪裡 你就知道自己在看哪一個歷史時期的里昂 那今天跟大家看了這麼多巴勒克建築 都知道你們有一點心理疲勞 不要緊 我們先看兩個星期 我是Fedric 希望下一集都會見到你 拜拜